那至於剛才 先看一下劉基鴻 這個球打穿了三游管區 沒有籃下來喔 至於剛才看到在嘉義市的比賽 則是2比0富邦 暫時落後給中信兄弟 龍隊連續兩個半局都有安打出現 這球游擊手其實是有機會的 因為球其實從這個 現軍的第一人 張有名中線的穿越安打 五局的上半衛全龍隊沒有人出局攻佔一二壘了 接連的安打出現喔 那當然劉基鴻真的這幾年 特別是2021他的第一個一軍賽季 他守備的時候比較容易有狀況 然後打擊上也不是太出色 所以當時他也承受了蠻大的壓力 不過終於在去年 逐漸的站穩腳步 的陣容 嗯 觸身球 那就集成了沒有人出局滿壘了 現出來 喔對 打第一球送到了中外野方向 中外野手林鄭華趕到位 但這個要形成高飛犀打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對 劉基鴻跑回追平分變成了1比1 雖然是一個高飛犀牲打蛋 但也算是咬得相當不錯喔 對這個打點來說 對球隊的貢獻來說 或者是說自己的打擊狀況喔 其實都是三面都是表現的 有一個不錯收穫的打擊喔 對 而且原本 二壘上的張宥明是也趁機跑到三壘去 所以龍隊其實還有一個高飛犀牲打的機會 嗯 這個球 又被他拉到左外野方向非常的深遠 這球還在飛 形成了落地的安打 差一點接到耶 張宥明跑回了第二分 那原本一壘上的真塔榮 目前在三壘是被擋住喔 高教宜這是一隻二壘安打 這個鏡頭有點因為 雨勢也不小喔 不知道這個球是直接打到牆上 還是左外野手有去碰到這個 這顆背球喔 第一時間是咬得相當扎實喔 對 左外野手蔡振宇拼命往後退 最後是 沒有碰到手套 差一點點喔 很盡力喔 打得漂亮 哇 這個球打得相當漂亮喔 技巧真好 右半邊的安打 龍隊的第三分回來 這個半局 對 兩個好球以後 縮著手打喔 這關局這是龍隊的第四支安打了 尤其是這種 所謂的三壘友人 或者是二壘跟二三壘友人的情況之下 好球數被投手搶到 非常高的那個飛球在右外野方向 不過右外野手 丘丹 應該是掌握住了 對 衛全龍隊單局的第二支高配犧牲打 高效已跑回第四分 前一支是林承勳